老花一看羊瓶的第18期啊 又是来自于福建的一个花 从这个淘店里面去给大家淘的 这个箱子抖的黑啊 这个箱子好 抖的黑 这个箱子好 你看这个 这个我也学到了 学到了 我到老门学到了 开箱 脚带都打开 这个箱子好 比较好弄 对他们设计也好 对对 而且他们这个价格只卖到20多块钱 哇 我跟你说 一看人家就是 好 四层保卫棉啊 这个这个里面好像是好康多 水苔 瞄情满分啊 这是我收到的第一个满分的瞄情 满分的瞄情 真的是满分的瞄情 这个不是新灾的 这个瞄情是给到的满分 这个哇塞了这个 好吧 好 接下来呢咱们就给大家说一下 他的一个日常养护了 那咱们说到文心兰啊 像这种的话 带有甲磷镜的这个呢 好多的话 我在用肥的时候会比较纠结啊 他一看叶子那么多 认为是用淡肥比较热 其实不是的哈 一般的话是用奥绿A2啊 或者说磷甲肥偏高一些一些个 一般都是甲肥偏高 磷肥也不要太浓 虽然说他开花啊 开花的话 就不要用磷酸二清甲 您可以用花多多二号啊 花多多十一号啊 就类似于那种略微低的 略微没那么高磷的 稍微偏高甲的一些个肥料 去给他用 好吧奥绿的A2也蛮合适的 他这个一般就是好康多啊 好康多 好吧这个 好 接下来呢给大家入盆 入盆 再叨叨一下养护 这个这个来的时候呢 带了一个懒人盆过来的 懒人盆的话 我下一期的时候 单独给大家讲一讲吧 其实这个 新手养的话 会遇到一些个难度的 我今天呢就教给大家 怎么土肥吧先 下期的时候 咱们单独讲这个懒人盆的事 土肥呢 大家一定要了解 像文新兰这种 它们的一个植料啊 一般呢 它都是用到这些个水苔 或者是干苔藓之类的东西 为什么这么说呢 你要了解 你像兰花一类的呢 它们在原生态的时候 就是那种 它是属于附生植物 就是附加提的那个附 它一般在那种岩石缝上 或者说有两个腹叶给它盖住 或者说在这种苔藓堆里边 它就能长得很好 所以说那很多的就是 现在呢 就在追求这些个原本的一些个 你像这种苔藓的一个养护方法了 当然了 这个东西也可以用其他的资料去代替 你像也有用花生壳的 也有用树皮的对吧 近两年也有用一些你像那种 泥碳土的 或者椰康土的 它照样能够养活 你要了解 其实这个土壤跟植物之间的一个联系 它就是一个承载体 它就是承载植物根系的一个生长 只要是维持它的一个根系 不让它脱水 然后有地方让它长 就可以了 这个呢 是用线包起来的 我把这个线给它拽掉一下 好吧 大家可以看到呢 现在就是这种感觉了 它那包起来的话 不利于它的一个根系的那种生长 我给它稍微舒展一些 稍微舒展一些 把表面一些个干的 这些个没什么大作用的 可以给它去掉一点 你看到了吗 我说到椰壳就是椰壳吧 啊 是椰壳吗 啊 花生壳吧 这个 这个我提前不知道的 我说椰壳跟花生壳打开以后 它就是椰壳跟花生壳 我以为它原本的图是这个 我以为啊 这是我以为 又是我以为了 还好 好吧 将来呢 咱们就可以给它整一份资料 给它配备土了 那再来呢 咱们就正确的一个 开始给它配土露盆了 关于这种蓝颗类的也好 这种甲林镜的也好 包括养菌的蓝什么的 这种肉质根系的 像红掌 天然性颗的一些肉质根系也好 大家都可以以颗粒为主 可以选一个这种略浅一号的盆 因为种蓝花的话呢 它根系不扎的那么深 它会这种匍匐生长的 这些不一样 我来选到了一份的粗颗粒 这个呢可以用刺域土 也可以用一些个 你像露藻土也可以啊 有的话说老花一 你不是说你们家的那个泥炭土 一样可以养那个蓝花吗 是可以的 但是你像那种裸根苗来的 现在最关键的一个点呢 是让它发根 以发根为主 所以说呢 我用到的是一些大粒的 发酵的这种树皮 还有一份就是这个露藻土 还有一份就是这个露藻土 摻拌一下 接下来呢再把咱们家的这种土 加进去一部分就行了 好吧 给它提供一些个基础的 一个保湿 给你这个营养 哎 这种的话这个土就完美了 下部呢就选盆啊 选盆的话 可以选这种透水透气比较好的 好吧 也可以选个稍微矮一点的 那我为了好看 我的巴拉巴拉 我找了个这种类似于小盆景的一个盆 咱们就把它给放进去 种这个 种的话要找一个造型比较好看的点 我想想 哎 这样子 这样子种 等会种完了 您就知道怎么个办法了 然后呢把它送给我 这些苔藓呢全部给它铺到表面上 一个是为了保湿 苔藓它有一定的透气性 好看 保湿 就完了 养花不就在吗 加拿大就是一变透水了 现在这个石器呢就不要给它施肥了 现在就要做的就是一个缓描器了 不要强光暴晒尽量的要温暖 周围的空气要潮湿一些 你像咱们这么配土 你天天浇水玩命浇 不怕你浇 因为吹吹吹吹都漏下去了 用到的植料呢也是比较透气颗粒比较大的 这个呢 所以说配土呢不是说那种千篇一律的 它要灵活多变的 好吧 基本上就跟人吃饭一样 你得分时期 有些人刚出院嘛 就稍微别吃那么油腻的 它是一个道理的 所以说呢咱们配土这一块呢 今天做了略微的一些改动 包括自己的一个用盆方方面面的 好了 关于文心兰的一个换盆 还有一个养货 简单的就给大家说了一说 如果说大家有养货问题 后期也可以问我 开箱评测第18期呢 这个呢虽然说苗晴一开始给了个满分 但是呢 哎呀这么一番操作下来 觉得给个满分有点亏的黄 95分肯定是有的 加油 同行加油 花友们也可以加油 好好养花 我是老花一 养花最短一 下期再见 不见不散 好了